來看一下這個是哪裡 你們心裡有感覺 有答案就衝 其實答案放在心裡面 它是配對到哪一個美食 這是 可以看前面 可以看一下前面 你是真的純粹想吃還是 OK 錯吧 起 哈囉 還滿 哈囉 吃一口意 吃一口 我幫你搖一口 不要 這個月份戰的事 你是在去空嗎 對啊 你是拜拜要贏的 你當著你心靈 你吃的虱目魚這個地方是台南 台南虱目魚 是虱目魚的互相再次 跟我們全台灣虱目魚的業者 講一句話 對我們台南人來講 虱目魚一旦離開台南 在我們心中 那麼嚴重 台南的虱目魚跟台北吃的虱目魚 形狀不一樣 不是 是因為它的新鮮度 No 虱目魚長在台南 它一旦被抓起來 拷彎之後 裝在籠子裡面 味道不對了 不行了 送離開台南時間太久 所以它非常 虱目魚是所有的魚裡面最好吃 對 但它有一個缺點 所以它的魚背 魚背通常就我們台南人不吃的 會把它扒開 魚翅拿走去做 煎 虱目魚粥 狀 狀胃 肉 虱目魚粥裡面 一定要再放另外一種魚 怪了吧 土托魚 而且要煎過的 土托魚 放到裡面 這個你們知道嗎 不知道 土托 不… 魚要把它扒開 扒到裡面再放一點 扒開 這豐盛的閃閃 好 請出第一題 台南題 來 GO 去年 七谷岩山 因為酒漢未雨 形成一整片粉紅泡泡的美景 甚至還紅到國外去 瞬間成為台灣之光 請問 照片中像泡泡一樣的坑洞 是什麼魚挖的 什麼魚 好像是那個 像泡泡 什麼魚挖的 泡泡魚 潘兔魚 潘兔魚 恭喜答錯 正確答案應該是 他說 吳郭嶼 對 太好了 不好意思 因為是廢棄的鹽田 引海水進去之後 就會有藻類的產生 然後土壤就會從白的 變成粉紅色 吳郭嶼也跟海水 這樣子一起進化 他也喜歡粉紅色 一個洞 一個洞 它是因為吳郭嶼挖一個坑 在那裡 球偶 對 它是公的挖的 這個地點在那個 就是台灣曾經被列了36處秘境 你一定要去看的地方 看夕陽最漂亮 因為現在那個以前曬炎的地方 現在用那個火 暗暗有沒有 敲水然後把它貼在下面 陽光曬炎的時候會反射 當夕陽西下落下的咕嚕 起火秋水共產天理色的時候 那個是夕陽照在那個瓦盤上面 環光上 很漂亮 旁邊有很多的餘溫 把水卸掉要抓椅上來的時候 它不會馬上卸光光 它會那個洞一個洞對不對 會有很多小魚 讓那個鵝 那些鳥 會一邊譬如來吃 到了冬季要把它沖給牠 砍掉了 裡面就會有小動物死在裡面 會燒掉 所以說鳥也可以吃 人也可以 這個 你看 今天有 這個節目的深度都出來 有了 這裡 這個是哪裡 這個點 這個很清楚 什麼 有沒有 有了 綠島山 金門 紅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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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 對 紅 是啦 吃啦 吃了就對了 先吃再說 好 你們吃了什麼 什麼 你吃什麼 我以為你也吃了什麼 我以為你吃什麼 我以為那個糖 碰糖 你是碰糖 金門 你是黑糖糕 金門是上面那個才是吧 你吃什麼 它是黑糖糕 澎湖的黑糖糕 正確答案是 所以黑糖糕是對的 澎湖有這麼香 澎湖在這裡 澎湖就從台南 然後搭遊艇過去 大概兩個半鐘頭 所以這個地方是澎湖 黑糖糕 來 恭喜 請出題 來 下圖是澎湖的知名景點 請問 照片中的男孩是誰 誰 左邊那個 我知道 誰知道 左邊那個 左邊那個男孩 這一題送分題 送分題 很有名 我知道了 外婆的澎湖 知道不能講 3 川澎湖那個男的叫什麼 那個 那個 什麼 那個 對 不能 來 張燦 彭彭張燦 恭喜答對了 來 來 阿咪老師 外婆澎湖湖 音樂 富富岸 外婆福盆 風富岸 海浪住沙灘 沒電影追邪耀 只可以趴來來 坐在門前的愛 worsh 靠一片片幻想 澎湖灣 澎湖灣 萬國的澎湖灣 有我許多的童年幻想 陽光 沙灘 海浪 仙人蔗 還有一位老船長 我沒有看到 加上這個私鄉的情緒 外婆在那邊 有一個老婆婆 旁邊一定就是 妳要唱一首歌紅了以後 永遠都留住 這裡是在獨行石村 就是在馬祖天后宮的旁邊 有一個古城旁邊以前的建村 以前的建村 所以住了兩個名人 在那邊長大 一個是張宇森 張宇森一次 一個是潘南邦 所以有張宇森故居 跟這一個潘南邦的 這一個故居 紀念館 潘南邦去素酒做生意 然後他灑在大海 張宇森在台中的大渡山 張宇森的父親也是軍人 在北橫開闢中橫之後 在離山娶了泰雅的姑娘 所以說張宇森 DNA的他媽媽 會唱歌 然後他爸爸又調到 獨行石村當兵 所以他們兩個同僚都在這裡 他媽媽應該就是納旦小姐 納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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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曾有個姑娘 夾要夾納旦 拿兩個眼睛 誰要追我來 對 林隆老師嚇一跳 他媽媽叫納旦 你知道嗎 這應該是 花蓮 這是什麼 對 花蓮 藍芹花蓮 花蓮 為妳的起床 請出品 花蓮 這是花蓮市 與韓國玉山廣玉市 帝蒙姐妹是40周年紀念的 裝置藝術 金探號 請問上面發著的人是誰 金探號 這個人是誰 真的很愛問 誰 你要看跟花蓮還有 戴眼鏡 廣玉市 跟花蓮 我知道 這男的 花蓮 金正恩 廣玉市 花蓮 金正恩是北韓的 沒有 這個NBA NBA有一個退休的中鋒 真的嗎 退休的中鋒 你也知道 你懂 金探號 金探號 金 金探號 中鋒 中鋒 金 金什麼 好像跟 金探號是 跟NBA有關係 NBA的球 很高的中鋒 NBA很少矮的 全部都很高 那是卡通筆 時間到 好 沒有答案 秀惟姐 你快點說 這個好像是一個插畫家畫的 對不對 Duncan Duncan 真的嗎 Duncan Duncan 這是那個戴眼鏡的 聽Duncan 聽Duncan 然後有一個插畫家 也叫Duncan 兩個都叫Duncan 原來是這樣子 花蓮 是我們前台灣 最大的縣 台灣的前面排六個最大的縣 蓮頭 東高坪 伊 蓮 花蓮 頭 藍頭 東 台東 高 高 平 平 蓮頭 東高坪 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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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那個海岸線是最長的 對 這個在哪裡 就在那個北濱 它有分南濱跟北濱的人行步道 腳踏車專用道的旁邊 因為40週年 40而不後 如果還沒結婚就40而不後 台灣本身就是像地形 就像一條金魚一樣 所以金魚叫昆星 一昆星 兩昆星 對 然後金魚代表著海洋 又代表著和平 然後跟這個韓國這個小城市 在感情合往浴室 沒錯 厲害 平凍 非常 阿翔 阿翔 快吃 快吃 是嗎 拿一個就好 你整碟都拿走 這裡是哪裡 相識 平凍萬鑽豬腳 萬鑽豬腳 對啦 看就是平凍 平凍腳的很特別 要不要小心 平凍 你也太大塊了 他餓了腳 好 終於搶到了 他整個扒開之後 把那小的那個放就吃大塊 對 真的餓了 來 平凍萬鑽豬腳 答對了 請出題 下圖是小琉球必吃美食 用鹹鴨蛋和特製麵糊 你留這個方式慢慢滴下 不要激動 不敢 酥脆 請問這道當地獨特的料理 是以什麼海鮮為主要食材 我知道 我知道 來 你們可以答 上個禮拜食材玩家才撥過 蝦子 蝦子 是嗎 冬草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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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吞下去好不好 我怕你給我倒 冬草蝦 他們是致好酥酥的 台灣料理有一道是 白昌米粉有沒有 裡面也是有蛋 蛋酥 炸蛋酥 它就是蛋酥的概念 然後我把它油很大大火 啪啦 進去 下面一道題目 GO 這是什麼 這是哪裡 阿璽都跑第一眼 雲林 雲林 蛋 雲林 蛋 這哪裡 這是 韓州的下面的下面 雲林 對啦 他怎麼會在吃西螺醬油 你吃雞肉飯 嘉義雞肉飯 雲林 不是 家綺吃什麼 這個地方是 這是雲林 雲林 請出題 我站在雲林裡 打魚頭在暈 我擁有超能力 用冷水加飯菜 這是2021年抖音神曲 我站在雲林的趣味空耳歌詞 請問這首歌的原曲 是來自哪個國家 它是顏色的 音樂是 來 不知道 怎麼唱 怎麼唱這有旋律 沒有唱 我講雲林 請在雲林 我會唱 我等在雲林 他不是印度 等在雲林 為什麼會唱 印度 他說印度 印度 加開 加開 恭喜答錯 正確答案是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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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越南 越南 越南 我記得 那是原本是什麼意思 這種流行歌曲 它越簡單越容易被接受 但是進入兩難就是 對 所以人家說這個歌有神韻 就慢慢聽 越聽越有味 至於能不能成為經典 10年 20年 30年後 那就在未定之天了 這首歌它的旋律很特色 它其實是滿痛感的 我們後來在抖音上聽到的 有緣曲 我們聽聽看 聽聽看 聽起來很像 好像哦 好像喔 好 對 好像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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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站在雲林 真的很像 我站在雲林 好像喔 好像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